比如說這段時間以來 陳明通對於韓國瑜 或者是他也要對於 侯友宜也要對於盧秀燕 他們要施加壓力 有關於兩岸的政策的問題 要施加壓力 一直在強調這是公權力 但是不要忘了 台北市政府跟上海市政府 簽了很多協議 所以不能夠大小眼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所以韓國瑜在他的臉書直播裡面 直接批評蘇貞昌院長 你大小眼 你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這個前災計畫沒問題 一旦我執政你就要砍 現在的情況我們是發覺 陳其邁是採用政治處理的方法 也就是用政治操作的方式 他拉了李四川來為他做背書 他說沒有這回事 李四川都跟我證明了 沒有這回事 政治操作了 也就是說李四川是韓國瑜的副市長 然後陳其邁拉了他 所以我覺得李四川 在這個時候他的態度就很重要了 也就是說到底韓國瑜講的是真 還是蘇貞昌或是陳其邁講的是真 我覺得這個時候 李四川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此李四川必須要清清楚楚的 告訴陳其邁 也就是說李四川必須要說 陳其邁說我 說沒這回事 錯了 不對 就是有這回事 我覺得李四川也要用 政治操作的方法 告訴陳其邁 告訴記者 告訴社會大眾說不對 事實上他就要我重寫 第二期的特別預算 不管是輕軌 因為你裡面的一個紙計畫改變 我的第二期預算就是要改變 所以我覺得李四川必須要說清楚 講明白 告訴陳其邁 你的政治操作對我沒用 對韓國瑜也沒用 我覺得韓國瑜更需要 拉著台中市市長 拉著新北市市長 在這個院會的時候 要特別強調 就是當時給我們的東西 你改變還是不改變 要蘇貞昌當場給大家交個代 交個底 也就是說原來答應的 絕對不會改變 不會因為改朝換代而改變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山都市長必須要站出來 要求蘇貞昌清清楚楚的表態 這個是需要做的事